欢迎收看 命令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篤霖 我是郭敬诚 来 赶快从命令来看时事 好 时事看命令 来算一算 我们家里面这个儿子以后 到底是会孝顺 还是不好 这跟父母的教育 有绝大的关系 真的 除夕夜 最近过年真的是很多新闻 来 现在欢迎我们命令老师 首先欢迎黄永福老师 大家好 接下来欢迎张胜书老师 大家好 来 接下来欢迎李玉佩老师 老师 大家好 来 欢迎几位来宾来 首先欢迎我们的蔡志雄律师 大家好 好 接下来欢迎王瑞德大哥 瑞德大家好 接下来欢迎廖惠英妈妈 妈妈 好 来 过年的新闻 实在是让人很揪心 对 没错 有一个看 台南死这么多人 他讲说好可怜 对 可是有另外一则新闻 这一家死的也好可怜 但是该死的 怎么不去死对不对 来 这个逆子 厨戏业纵火害家人 这一则新闻 大家看看这张照片 是啊 还是他们全家厨戏业 要吃年夜饭之前拜天公 然后家人拍下来 大概上传到网路上 全家和乐融融开开心心的 这张全家服有包括了这一位犯案的吗 然后呢 没有 没有 他在楼上 他在楼上 然后 好 拜完了 你看是不是过年的气氛 超好 然后大家就准备要吃饭的时候 他跳出来这边已经示意图了 汪爸爸妈妈家人身上焦汽油 点火 他拿刀子在旁边 威胁 让没有着火要救人的人 不准过去 对得说这也太夸张了吧 住在桃园龙潭的这个溺子啊 这个不孝子啊 那么叫做翁仁贤 那么他今年是51岁 过年期间到 照理来讲是合家团圆嘛 所以他们总共兄 他有 翁仁贤有四个哥哥两个弟弟 那爸爸妈妈这样子全部加起来 因为有些就是嫁人的 有些是等于说在外面嘛 然后回来从台北高雄台中的这样 回来团聚总共16个人 一起吃团圆饭 所以我们看到了里面有一张照片 就是他们合家团圆的时候 拍了一张这个等于说团圆 是 这个除夕维炉的一个照片 他们是很传统的 对没说 本来是合乐龙人很开心嘛 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悲剧呢 这个51岁的这个翁仁贤呢 最主要他是妖子 也就是说儿子里面最后一个 那最后一个通常啊 爸爸妈妈有时候会特别的宠爱跟溺爱 确实这个故事里面是溺爱的 他其实啊 爸爸妈妈已经84岁了 对他是非常的宠爱 可是问题是啊 他从小不懂得反省自己 只会觉得 为什么哥哥他们学业那么好 然后过得那么棒 可以分到各地去 然后回来的时候 爸爸妈妈都这个等于说 认为说 哎呀 你看你哥哥他们回来了 然后表现这么好 然后这个事业有成 其中有两个哥哥是读建国中学的 是 可他自己呢 因为他书也不好好念 然后也一事无成 做过一些东西 做过一些事业呢 可能有点好逸勿劳 好自懒做等等 也就算了 还想做生意 一做生意 不做没事 一做又赔了一千多万 然后这些都是家人拿钱出来 把它摆平的 他从小他愿说 爸爸妈妈对他不好 可你知道吗 因为他没有结婚嘛 已经51岁了 到去年过年的时候 爸爸妈妈还包了一个 40万的红包给他 对他够好的吧 40万红包 爸妈几岁啊 真的 他几岁啊 他51岁啊 他51岁 在爸爸妈妈的 50岁 爸爸妈妈的眼里面 他永远是个小孩嘛 可你要知道耶 他怎么会对他不好 对你不好 怎么会包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红包给你 就表示在父母的心中 是真好 可问题是他就愿 愿 愿 就愿说爸爸妈妈 因为爸爸妈妈难免会在他的面前 就是 看不认一下嘛 就是对啊 你看你知道也没结婚 也没有事业 对然后什么都一事无成的念 会恼人家难免会刀链个几句嘛 结果呢 他说他从大概40年前 也就是他11岁的时候 年纪还那么轻的时候 就想要杀全家人 你知道吗 这种观念喔 偏差的观念在40年前就建立了 然后那一天 其实这个要吃团圆饭的时候 还有一个插曲 因为他在之前就拿一个刀子出来 说要杀全家 那那时候没有把他当一回事 就把他劝解了以后让他上去 他是一个人坚持 他很孤僻嘛 然后坚持不跟大家吃团圆饭 他一个人开火 在楼上开火 那拿刀子出来的时候 你会以为说 他摸锅而已 就是在那里锅而已嘛 把他劝上去应该没事了 没想到他是事先准备好的 为什么呢 他已经在自己的房间里面 用噴漆啊 我不爽 这样子噴漆 然后准备了三桶汽油桶 他事先预谋好了 所以下来之前 他在点火之前 其实已经先把一些通道 把汽油都淋了 然后再跑过来 往自己父母的身上这样 淋下去汽油 然后点火 所以他后来自己的手跟脸都烧到 那烧了以后 整个你要知道 那个汽油点火是非常快的嘛 他跑掉 但他自己也烧到 跑掉 总共爸爸妈妈 两个侄子 然后呢 还有一个嫂嫂 一个康护 尤其是那个康护 也是很无辜啊 六个人就烧死 四个人重伤 然后他自己本身跑掉了以后呢 还躲了一段时间 因为是特种部队 等于说特种部队退伍的 所以他就躲在那个北恒 为什么知道 我们出动的电 特种部队 那还真是好小好脚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出动了电监车 去查知道他的北恒 是 结果逮到他的时候 还跟他扭打 因为他身那个汉超尾外 扭打了以后呢 警察就问他说 你这样害死自己的父母跟家人 可恶啊 你有没有回忆 他说他毫无回忆 毫不后悔 他四十年前就打算这样干了 他还很后悔 他说他唯一后悔的是 他身上有带刀 忘了把刀拿起来 把其他人都杀光 你知道吗 然后竟然还问 还问 因为他逃跑了嘛 他没有看新闻嘛 竟然还问警察说 死了多少人啊 他死了六个 他说早知道就把这些人全杀光 所以这样的人没有人性 可是你知道吗 我们台湾现在 杀死人最多没有判死刑的是 杀死四个人 可是如果按照 现在法律审判的氛围 继续下去 搞不好这位翁仁贤 会创下我们台湾 杀死六个人 而不用判死刑的一个案例呢 其实杀父亲 本身法律上就是 加重其刑 还有从他这个犯罪后态度不佳 应该要去重判 那瑞德哥说的没有错 现在台湾很多那种该判死刑 就是常在高等法院 最高法院一起发回 更审更审这样来来去去 就会拖很久 而且他搞不好 就到时候知道 自己一定会被判死刑 因为杀死父母 加重其刑两次 对不对 他搞不好会判好几个死刑 搞不好他服刑期间 就突然间 就又信教 又悔改 又抄写心经 这样可以不用死 我们最近有一个 本来判死刑 后来改判无情刑 案例竟然是说什么 他服役的时候表现良好 或者他有没有悔悟的可能性 对 有没有再教化的可能性 问题就在这个时候 所以你看这么可恶 杀自己的父母跟家人 毫无悔意到 这种凶残到没有人性 你知道吗 我们就来看看 这次法官会怎么判 那要等很久 气死了 来 先进一下广告 马上回来 好 来 我们看到这一则新闻 我们看到他的面相 这是被抓到的时候 已经稍微 已经被烧到了 对 来 这边还有一张照片 他这个嫌犯 他做过几个事业 什么开艺品店 宠物繁殖场 对 没错 光碟出租 好 我们这边 这是他的父母亲 可怜的老父老母 我们看到他的面相 好 来 来 这边从手面相来请教黄老师 老师是不是有些人 他呈现出来的样貌 就是永远不懂反省 千错万错都把人按住 对 社会上就有这样子的人了 从小到大各种状况都有 然后我把这种长相人的特色 把它列出来 我把这边还弄个指数 第一的60 70 80到90 就90的话更有这种可能性 这种人的长相特色我要列出来 先从第一项 这个指数是60的 60我们用嘴巴来看 如果说这个人的嘴巴 他是唇薄口尖 嘴唇薄心薄 他很不厚道 厚道的话会想到自己 他就不考虑自己 很薄的话就考虑到别人 只检讨检讨结果 这检讨都是别人的错 再检讨没有自己的错 那都是别人的错 那再加上他口尖的话 就开始就出口伤人 到处的讲人家的坏话 讲人家不对的 惹一些是非口识 这种时候我们本来讲 从嘴巴开始看 其实第二项指数比较高 70%了 就这种人他还是千错万错 多是别人的错的话呢 他的是耳朵呢 我们称为叫做见耳 什么叫见耳 当然你耳朵不可能像见啦 他只是形容从这一部分 上面上圆的这一部分呢 比较尖尖的 我们称为叫见耳 见耳的特色就是破坏性十足 我们看一下我们在漫画里面 漫画里面画妖怪怎么画 画精灵啊什么都是尖的 那一定要耳朵尖尖嘛 教学他就跟着人家不同 他会做怪 到处会做怪 就是人家不合群的事情 就是他的个性 如果这样尖尖的话 而且耳朵尖他有破坏性 他的破坏性不是只有口头破坏 他会用行动去破坏 老师我们现在耳朵里面我们看起来 大概就你的耳朵最尖 小心我破坏 小心我要做妖怪 所以他的那个剑是怎么看 就是这个比方 上圆比较尖一点 再更尖 对对对 比较有这种感觉 那那个咕咕咕有没有 它有比较有攻击性 要这样子的尖 但是我们讲人类 真的不可能尖到这样尖 我刚刚讲 这个剑耳的剑本来就是形容词 就是这上面应该会比较圆 比较方 那人也比较圆滑一点 好 这样就我们看一下 这个更高的 80%的 那下面这个我先讲 它不是形容词 是动词 什么是形容词 不是动词呢 不是形容词 是动词 就是咬牙切齿 就是说他在自己坐着 看报纸 自己看说 突然咬牙切齿 有没有这种人 真的有这种人 就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那他为什么会做这种动作呢 那心中充满了愤恨 他已经恨某个人 恨家人 或者恨某个敌人也是一样 他就不一定是 他说他气都不得了 怨天尤人 这时候他是认为 所有不对是天跟地 不是在于他自己 或者是别人的错 所以他就会有这种 很符合我们这一项 千错万错 都是别人的错 好 最后我把它列到最高分的 指数最高分的呢 这变成是不止心中怀恨 还会动作会报复的 是什么呢 就是眼睛的下面有扫帚纹 扫帚纹是这样子的纹 然后又常常黑黑的 我们这个地方叫做英志工 英志工嘛 他这闻常常黑黑 就是他的英志 英志有一个人的心态 他的品德嘛 他永远觉得自己没有错 是别人错 而且他要报复 而且用手段呢 用各种暗中来的手段 去报复人家 这更恐怖 前面可能只是骂骂人家 这边他就开始真的要报复 这个报复就很可能 就我们刚刚讲过的嘛 杀人啊放火 各种他都做得出来 所以把它列到最高分 注意一下我们这个地方 不要有这样的长相的人 这种长相的人要提防 要注意 好谢谢老师 来我们以前都讲说养儿防老 但是现在都不见得 不见得每个人运气那么好 对不对 我们廖老师要给我们讲一个 养儿啃老的故事 对 这个爸爸呢 大概是青壮龄的时候 跑出去跑那个远洋渔船 然后这个你知道 有去无悔 然后好几年才会回来 那也不太写信联络 那偶然比如说几年之间 才寄一点钱回去给爸爸妈妈 自己的爸爸妈妈 还算有良心的嘛 可是后来呢 他娶了一个老婆 那么两个人不合 所以太太就住在他老家的时候 就说他住在这里也不舒服 那太太就有一次吵架 太太就带着儿子走了 所以他变成阿母母 阿母子 这样而已 所以他也不管太太跟这个小孩 因为你不要跑哪里去 是你自己要走的 不是我请你走的 对不对 所以他就十几年 二十年都没有管 十几年都没有管他 到后来回来接到通知是说 他太太是重病是得到那个 那个癌症 胃癌 所以希望他回去看看他太太 那他终于就是 有一次就下船就来看他太太 那太太当时就说住在医院里面 然后他还觉得说 太太看起来很可怜 虽然说没有为他尽到什么责任 最少有一个小孩嘛 所以就把那个母子接回家里 他自己是买了一个房子 因为他跑船钱多的时候 他自己在那个老家附近 外面一点买一个房子 那时候有时候还就是做一点 什么卡拉OK的生意 自己乱喝酒乱玩 然后也边做生意这样子 然后这个小孩接回来以后 就看到他爸爸状况很好 他想 那小孩就越想越不甘心 我母亲那么辛苦 为了养我的时候 去帮人家做那个回收 做什么东西 还被人家认为说是 被人家为冤枉说偷钱什么东西 就受过很多苦难 小孩把所有的 他母亲没有办法应付社会 所受的苦难 都记在父亲的那个帐下 然后一看父亲 他餐桌上有鱼有肉 所以可见他钱财是多 根本都不缺钱 不缺钱没有 完全没有照顾他 他们母子这样子 害他们母子在外面 将近二十年这么辛苦 所以真的就很怨恨 结果不巧他妈妈那个病 就其实也是到尾期了 所以大概 他父亲接回来住以后 不到半年就死掉了 他这个小孩子怨恨到不得了 就当众有跟他爸爸讲说 我母亲就是你害死的 你看这条命你要怎么赔这样子 他就他没有办法轮 就是把那个回转到 回想到说是人家关系怎样怎样 他只是怨他父亲 结果就吵了几年 吵了几年之后 这个男的这个小孩子决定说 我决定要先去当兵 当兵回来再跟你算账 结果就真的去当兵了 当兵以后 那么就当兵回来 当兵那几年 爸爸以为就说这事情就算了 尤其他当完兵回来就会想了 可是回来之后呢 就不是哦 他爸爸不是在家也常常会 抓个伴打啤酒 抓个什么酒 就这样喝吗 他有一次就 他不知道他儿子当兵结束了 突然 他坐在那个客厅里面喝喝酒 突然一个人一打 你喝冤架酒 一等给你喝啦 看谁让我喝啦 就两个一起喝酒 然后喝酒就骂来骂去这样子 所以这个孩子也没有说真的是 真的有动武到什么程度 但他就是很不甘心 就开始讲说 我母亲在我小时候 怎样辛苦过日子 我母亲怎样做事 那时候你在哪里 然后你吃得这么好 你看 我又吃那个白酒 又吃什么 一般的鸡肉就饱了 这样吃啦 吃这头的啦 你知道我爸 我跟我妈妈连一餐 自如餐五十块都买不了吗 你为什么把我们丢 生了我又把我丢弃到这个程度 他一直没有办法 掏下来那个苦难 所以就一直吵到爸爸 吵到爸爸后来 他爸爸就说 好啦 那我就算过去做错好了 你认为我要怎么样子 你才会高兴 他说 这个你买得出 对不对 这一副你就过付给我 我就原谅你 说起码 我替我妈妈 争了一栋房子来的 我财物我妈妈的公妈 所以 他父亲想 反正算了 反正这个乡下房子 没什么值钱 他老家那边还有他的份嘛 所以他就把那个过付给他儿子 他以为这样就好了 可是那个两家实在是离得太近 老家跟家 所以他儿子又没事又回去 又回去盖炉就丢了 炉到后来是 亲戚 全部的所有的亲戚出面 拿棍棒 把这个小孩赶出去说 你下次敢再踏入我们 这个真乃云的时候 要让你 当这只踏还是当这只手 所以这个小孩最后呢 把这个房子卖掉以后 到台北去了 这个老爸爸的日子才 才安定下来 对 这还好是美厨师 对 美厨师 精神折磨 接下来问一下蔡律师 蔡律师这边有很多的案例 所以有这个曾经富甲一方 最后却被不孝儿败光的故事 对 我们先进广告 待会儿马上回来 来来来 讲到这种败家子的故事 真真实实 蔡律师你那边很多案例 其实我就遇到一个 就像刚刚廖老师讲的 那个爸爸就是从小就被那个 他的爸爸抛弃了 所以他是他妈妈养大了 就真的是那个含辛茹苦 就这个爸爸后来长大 他怎么念什么 他就选那个军校 为什么 因为学费不用钱 还有那个薪水 对 以前很多都这样 比较穷苦的就念军校 对 因为他过过苦日 他对那个金钱很没有安全感 那他就很努力很拼 后来人家帮他介绍一个对象 是那个学校老师 他就一个军人 一个老师 他太太除了教书 还在学校干什么 九回啊 有没有 以前会九回啊 他就当会手 两个夫妻就便手之足 自住的房子也买了 然后拼拼拼拼拼 买了五六间房子在租人家 跟我一样 当那个包租公 你说的是什么年代 一个军人一个军工教 他们军人很厉害 像他当到那个宗校 就有那个终身奉可以领 因为他们四十几岁就可以退休 又去外面找一个公司 工作又可以赚钱 是是是 其实是真的拼是拼得出来 他又生了一个小孩 就对小孩非常好 他想说 以前我爸爸对我那么差 我就生一个儿子而已 就对他好一点 然后像那个高中 就让他自己骑摩托车了 念大学买车给他 去那个买车 跟他爸爸商量说 那就买台那个国产车 可是他儿子跟他讲说 爸爸 可是那个双B比较贵 可是比较安全 后来买了那个双B给他 太夸张了 真的是这样 念书就开着车 再来交女朋友 开车交女朋友 后来竟然怀孕了 结果怀孕怎么办 那个女生只好休学就不要念书 这个儿子也跟他休学 不要念书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个爸爸想说 没关系 以后我房子留给你 你就当包租公 你会算数就好了 对不对 很简单 就父母赚了 就是要留给小孩 每月会收钱就好了 对 他要算半斤就好了 后来那个儿子算一算 跟他爸爸讲说 爸爸 我们现在当那个包租公 投报率越来越差 就是3% 4% 他说 我有最近去投资股票 有时候行情好 赚个1 20% 就跟那爸爸讲说 我们要不要把房子卖掉 然后那个资金来投资股票 更好赚 那个爸爸还算 蛮会保护自己 他说好 那房子卖掉 可是你去股票开户 要用爸爸的名字 可是用爸爸的名字有用吗 那个户头印章 都是儿子在操作 在用的 那还不是这样而已 后来那个儿子 就越来越贪心 他本来那个 算一算 那个房子卖掉 已经好几千万 那他中间有赚到 10几%的时候吗 也有啊 也有 就是觉得太好赚了 所以后来去学人家那个融资 是信用交易 再来玩什么 玩那个期货 就是玩那个指数 那结果行情一步好 哇 惨了 那个全部的钱都输光光了 那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个事情 就是那个爸爸带那个儿子 到我事务所来 他说那个 生肢不好 那个什么 生肢驚走 说要跟那个儿子脱离 那个父子关系 不可能嘛 我们法律上其实只有夫妻 可以离婚的 你说要跟儿子脱离 父子关系 除非是那个 你让人家去收养 那父子关系就终结了 所以我就劝那个阿伯说 阿伯那个法律上有律师 没有办法帮你那个脱离 那个父子关系 后来我吓一跳你知道吗 他们本来那个 父母住的那间房子 没有卖掉 怎么可能卖掉 卖掉就没得住了 结果为了补他儿子 那个期货的缺口 也去设抵押权了 所以最后连那个 自己住的房子 都被法拍掉了 那还好还好是 他是什么 军人退休的 所以靠那个退休缝 去租人家房子来住 所以那个房子就都 被他一个儿子就这样 就为了投资 结果到最后都赔光光 本来是包租工的 五六间全部卖光光 所以我常常看 人家就是玩股票 把房子卖光光的很多 可是你说投资股票 要赚钱买回来房子 还真的很少 房子比较好 真的是这样 房子比较好 而且你知道一这样 走上这种投机的路 他就会上瘾 他回不了头了 对 他就觉得哪边比较好赚 可是有时候 你要去想的是那个风险 其实我觉得以那个 军人那个爸爸 他今天如果买车 他自己开国展车 结果给他儿子开那个双臂 所以我在街上 看到那个跑车 那个很炫很亮 我说那个一定是富二代 因为像我 你叫我买那个跑车来开 我不敢 那个连换个零件保养 都比人家贵 我们安全就好 能开就好 连换个屁都要很多钱 好 来 问一下我们张胜书老师 千算万算 等你生到一个儿子 再来算算 来 我们来请老师 帮我们分析 什么样只为命格的人 他其实是年纪到了到老 他都还是有权有势 是 其实你看蔡律师刚刚讲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 报纸上天在盯什么脱离父子关系 现在已经没有用了 对对对对 真是 那脱离不了嘛 现在就不行了嘛 不过还是可以来问律师 因为我们可以收谈话费 喂 你愿过问 你要不能脱离父子关系的话 那反正 我就是你儿子没有你买的 是 可是喔 父亲这个时候可以把你名下财产 在你生前就把它处分掉 对 你不要让那个儿子欺负啦 不是爸爸一定要留给儿子的 儿子如果成业了以后 他的负债爸爸不用还啦 本来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现在 我死你才可以领遗产啦 其实通常蔡律师 我这句话千万不要在孩子面前讲 蔡律师现在这样讲 我们就知道了 以前我们都说养儿防老嘛 现在要是养老要防儿啦 对 对不对 因为儿子会来偷啊 是 你今天如果不好好防怎么办 所以老来你看 再强的人老了是不是都会害怕 没有安全感 是 而且身边的人最危险 其实这个时候怎么办 去那个要按密码的时候 都要想很久 对啊 诶 这时候就知道了 真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老来还可以有权有势 其实有几个关键嘛 像舞曲跟贪狼 长在命宫的朋友啊 你看哦 我们讲从命盘的角度 舞曲是财心啊 因此啊 你老来要有权有势 你第一个什么 我要把财掌握住 像刚刚蔡律师讲的很多不孝子 都是先想办法 把这个财产支配权拿到了 以后就完了 所以哦 把财印章看好 这个太重要了 而且一文钱逼死英雄汉啊 身上没钱走路没风 在这样的状态 他老来 好 这个钱是我掌控的 所以要钱找我 各位可以想一看 是不是全家里就必须以他为主 所以财 掌住财 就掌住你的权 再来呢 是连针跟破均这样的命盘 你看这两颗心啊 连针跟破均 这两颗其实气势很强 是 胡老于危在哦 年纪即使大了 诶 他是家里的意见中心 每件事都要来问他 他点头 可以 所以啊 以他而言 他掌住这个势 所谓的势是什么 大势所趋 所有事情都我 我的气势也够 所以各位可以看 这样子的命盘 其实真的是有命啦 你如果不是这样子的命盘 你想要去掌住他的权 掌住他的势 别人 可能他比你强 就把你吃掉了 可是这种命盘 他就掌得住 话讲回来 这如果是我们自己 当然很好 可是如果家里 家里有一个这样的长辈 还蛮烦的 所以 这就是别对比 是不是 刚讲养老房 那不是这个儿大就要 啃老了嘛 对不对 再来是 子为跟七煞 他可以掌住权 其实他掌权了 年纪越大 越难做决策 但是子为七煞 他只要掌一个权就好 我有否决权 那更讨厌 对了 什么见识 什么见识都没有 对不对 没错 都不可以 他有否决权 可是对他来讲 年纪大了 他做决策 他本来就会越来越害怕 可是你们说什么我都不要 我都不做 但是这也是所谓的老来有权势 相反的 当他们一旦走了 是不是这时候的纠纷法又变多了 因为他到老还不放权 还不放式 还不放传 最近不是 一死了以后 马上 真的 那个开始就吵得更凶 为什么 越有权势的人 越麻烦 在走了以后 是 但讲到这边 大家不用害怕 我们等一下还是要帮大家算一算 什么人好命到了 真的可以养儿防老 待会我们广告之后告诉你们 好 好 来 来 廖老师 是 有个小孩对父母很不好 结果 最后这个小孩自己有得到报应 是 这个小孩就是说 小时候也不是多不好 就是不爱念书 爱玩 所以一路就是给他念那个 私立中学很贵 很贵 然后念到高中的时候 那么他有一天就回家 跟他爸妈讲说 爸妈 我们家某同学某同学某同学 四五个 他把四五个 他们常在玩的人 就把名字跟他讲说 他爸妈说他书念得不好 所以要让他到那个 校外宜去念书 然后他们问我 要不要一起去 他妈就说 书就念不好了 何必再去呢 所以因为念不好 所以才要一起去 所以最后就是跟着 就七八个同学 就到校园去念书 前几年不是要念那个书 结果光语言又念了五六年 这五六年终于 终于摸上一个学校 可以去念了 对不对 所以就到 有的到本土 到那边去读那个大学 都是读的什么烂学校 然后又花一笔钱 终于呢 也终于都得了学位 有了十几年回国 有了二十年回国 总算都拿了一些学位了吧 可是这票人呢 就是因为实在是在一起太久了 所以就会混来混去又混在一起 那其中有些在中国大陆发展的 他们觉得说发展的不错 有一个什么 他们就讲一种叫做 集资众筹 就是集资众筹 就等于说大家集了很多钱 然后就又有点像一起做什么 类似股票那个东西 就说大家不知道懂不懂 我们好朋友志气 集资众筹 它是买彩券还是投资股票 投资股票吧 应该算是投资股票那样 之类的啦 可是这个很奇怪哦 就是你集资众筹 你自己心甘情愿去投资的 对不对 那你如果短时间赔钱你就赔了 你就不能去找什么人 怎么玩 所以他弄了几次呢 都安然无视的下来 因为就是集资众筹嘛 他也没有真的乱搞 他也很努力的做了一两年这样子 但是就是不成功 所以又回来 最后一次又回来跟他爸爸妈妈讲说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因为你都给了七八次了 最后一次 万一我这 刚好会成功的是最后一次你不给 你不觉得太可惜了吗 对 人家国父都还11次了 对 所以你看我才七八次嘛 所以你再给我一次吧 父母后来想没办法嘛 就把那个房子就抵押了 一部分就给他了嘛 给他呢 结果一去就没有回来了 因为被绑架了 因为有人就觉得说 你这么短时间 你做了这么多字机之众筹 结果我们也没有得到什么东西 他其实只是教训他一下这样 那后来呢 父母吓得半死嘛 也就赶快去集资啊 就是去把他赎回来 所以也没有损伤什么东西 但是这个小孩从此不敢到对岸去了 所以就在台北就说 我好好找个看什么可以做的工作 我努力来做 终于醒了 终于醒了 因为全部的钱也都没有了 也有某些地方不能去了 也受了教训 也被绑架了 所以这个小孩反而就变成一个 说变乖也不行 就是变成有点 有点废物那样的感觉 你这样讲起来 当初父母还不如就只要花个几十万 找人给他一个教训 他也就 对不对 也是最神奇的 哪里知道要跑路远才知道 原来这个方法才有教论 对 对 都不得很大担 好 来 这边我们从姓名笔画的角度 来请教玉佩老师 老师 是不是有些姓名组合的人 他的这个家庭运特别的圆满 有 好 我们要看的是人格跟总格 那再加上用字 来对对看 人格总格的笔画是怎么算的呢 人格就是你的姓 加上名字的第一个字 总格就是你的名字 三个字相加 那么对到姓之后呢 至少 对到笔画至少有70% 如果再对到用字的话呢 那你的家庭运真的是非常圆满的 好 我们先来看 人格跟总格分别笔画 如果出现了 11 15 23 31 35 37 41 45 跟47的人 那么在用字上面呢 男女有分别 男生是今生用 行 辅 文 数 亭 商 女生呢是 幼 书 面 梅 银 锐 云 名 更 号的人 其实什么叫做圆满 每个人对圆满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那我认为圆满 大概可以用这四个字来形容 就叫做相处融洽 这些组合的人呢 他们认为相处融洽 家人相处融洽才是真正最圆满的 因为有钱不见得是相处融洽 越是有钱的人 其实他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是越有疏离 越是猜忌的 跟穷人比起来 富有钱人他们的关系是不好的 那这些人呢 他们的亲子关系是互动 非常非常的好 能够彼此关系 最重要是他们之间很有同理心 那你说哪个家庭会没有争执呢 其实他们这些虽然是相处融洽 可是争执也在所难免 最重要是 不管是父母跟子女之间 或是夫妻之间的这种口角争执 他们是没有隔夜愁的 吵过就吵过了 不要去翻旧账 还有一个最重要是 小孩子的表现也很优异 那在跟孩子之间的互动呢 是没有代沟的 那再加上呢 他们不会生闷气 然后呢 不会去闹冷战 那这个组合的人呢 他们不管是夫妻也好 双方都会有一个很稳定的工作 工作稳定 当然收入也就稳定了 还有一个很重点 就是他们没有不必要的负债 什么叫做不必要的负债 其实除了房屋贷款之外 其他的负债有的时候 都是属于那种不必要的 比如说乱投资 买股票合伙 或是帮家人背赛 造成自己的负债 那个都是不必要的负债 那还有呢 就是他们因为家庭的收入 工作都很稳定 小孩子也表现很优异 在别人的眼中 这个家庭真的是很圆满 很幸福的家庭 所以这个组合就给大家做参考 哎呦 这个如果上访多好 真的 没有关系广告之后再来测一个 看紫薇斗树 你永远子女育非常好 不用怕 来 马上回来 好 来 讲到这个不孝子 瑞德哥 好社会新闻这么多年 你大概亲眼都见过很多这种不孝子 对 没有错 事实上在台北市的中山分局 中山分局号称全台湾第一大分局 是因为他龙蛇杂鼠单单特种行业 超过上千家以上 那么中山分局很多的园警 都认识一个先生 一个现在大概是中年人了 那时候我认识他的时候 是大概还是年轻人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非常的特别 他每次到中山分局的时候呢 都是他的从西装 然后到衬衫到他的这个长裤 到袜子跟皮鞋 全部是白色的 全部是白色的 你说什么年代 就是这个年代啊 十几年前到现在都是这样 当年就是在菲律宾有钱的时候 菲律宾滑小才会这样穿 如果出去的话 戴个帽子还是白色的 对 真的 这个叫做有钱人 你知道吗 他们就认为自己有钱嘛 我要跟别人不一样 别人都黑西装嘛 那我就不一样 所以我全部都是白的这样 可问题是 经过了大概十几年了以后 那么我印象非常深刻是 经过十几年以后 有一次进来 不过以前都是进来做客 这一次是被抓进来 海洛英 细合海洛英 他抓进来的时候 还是穿着那一身的打扮 但是呢 就比较狼狈一点了 因为大概西装 白西装 那个白色领带 就有点斜边了 看他抓进来 看到一条老朋友 我本来以为说 他是来串门子的 结果不是 他是被抓进来的 你知道吗 在台北市 台北市寸土寸金 随便一付都要几千万 好的豪宅上亿以上 那么他父亲给他留下了七栋 他还有姐妹哦 他父亲他是独生子 他还有姐妹 因为爸爸重男轻女 所以呢 把大部分的财产 都给了他这个独生子 那其他的那个 那个姐妹这些女儿 对不对 一个人五千万新台币 就打发了 哇靠 七栋 我不是说七尖 七栋 七栋 房子七栋 透天的 真的七栋 透天的还是 七栋都有 有大楼 有华夏 有大楼 有这个透天厕 有那个公寓的那种七栋 你会觉得了不起对不对 那就不知道几位了 短短 我不是刚刚讲 跟大家讲说 我十几年前跟他认识的时候 他就穿那个打扮了 他还很风光嘛 是 为什么十几年后 他是抓进来呢 他在十几年之内 为了吸食 七栋 四号 海洛因 对不对 吸毒啊 把这七栋 全部赔光 败光了 最后抓到他 之前没有抓到他的原因是因为 他都在自己的豪宅 华夏里面 你知道吗 都叫别人跑腿 然后提供给他嘛 那后来 他把七栋 败光了 所以他必须到 人家那个 我们台北有几个 特定的一个公厕 就那公园的那个公厕 在卖毛鸡 四号海洛因 是 他只好去那边买那个散装的 有这种 有 没有 你们不知道而已 不要讲 很多社会新闻里面都有 其实我们都知道 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 再叫别人帮他送货来的 他没钱了嘛 都卖光了嘛 所以他只好跑到那个地方去买散货的时候 警方也知道他们会去那边买啊 所以警方就在那边等 守住在住就把他抓起来了 那警方也吓一跳 因为大家都认识 抓进来了以后 我跟他聊天 你知道吗 才知道 他还是想要勉强 想要表现他那个风光的样子 你知道吗 可是跟他聊了以后 那七栋全部都败光了 你知道全部都败光了 而且呢 因为有时候警方抓进来以后 征讯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对不对 长一点了以后呢 他突然间会开始 发作了 我告诉各位 我看过这人世间 最无情的人 就是吸食海洛因的毒虫 为什么呢 当他开始抖 当他开始流鼻水 全身不舒服 那个感觉像什么 他说像那个虫 在你的骨头里面 这样砖的感觉 然后全身开始抖这样 你知道吗 我亲眼看过一个180几公分 就突然间毒影发作 抓进来以后 他的老婆还长得很漂亮 进来的时候 他在地上滚 然后死尿气流 他说 竟然当场求警察 那时候是在刑事警察局 求警察说 只要给他一针 太太就送大家用 你知道吗 毒虫最无奇了 七栋 可以在十几年之内 全部都拜光 那你想想看 再来 他已经没有七栋房子可以拜了 那他怎么办 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哇 只剩一身的白帅帅 真的 那也要够白才行 对啊 真的 来来来 不用怕 来 观众朋友 赶快这个可以 紫威命盘端出来 紫威命盘 你可以 来用你的手机 APP下载 APP下载 你都不对 好 好 好 下载这张啦 这个紫威命格的命盘 就可以来对照我们的命理题 来 这一题我们就请教张润初老师来帮我们分析一下什么样子会命格的与人 不错 他的子女运蛮好的 是 否则我们刚刚这样一听下来 我们又要害台湾的生育率降低了 对不对 还是会有人生出好小孩嘛 其实我看了这么多 我算了这么多小孩父母的命 我要提醒各位观众 所有的父母会生不会养 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就是物质上拼命的虫小孩 在精神上却去虐待他们 这其实是最糟糕的 物质上宠小孩 精神上 歧视或者甚至严重到虐待 歧视或虐待 对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先来看 这三种子女工为什么比较容易养出好小孩 所以各位 你如果不是这三种不是就不要生了 你要学这三种的方法 这么绝对 如果不是就最好卖生 所以你要学 你要学 要学 对 那我们看 子女工 太阳加上天良 你是可以参考对公吗 可以啊 对公也算 就是他 就是他偶尔会孝顺 不是一直孝顺 你怎么这样 我两颗都中 对 两颗都中 子女孝顺 可是 为什么他的子女会孝顺 其实最重要的观念是因为太阳天良 这两颗在子女工 可以顺着小孩的兴趣发展 哦 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说 精神上虐待他 例如说小孩说我想当漫画家 漫画家没出席 他会饿死 这是不是就是一种提示 是 就是你不赞成小孩的兴趣嘛 小孩说我要当小说家 我要当哈利波特 你说罗琳 你说罗琳 全世界多少人才出一个罗琳 像这些是不是都是在让小孩 信心大 所以顺着小孩的兴趣 他未来成就不管大还是小 可是他会觉得父母是爱我的 所以他会孝顺 所以会有孝顺的子女 是 对不对 所以要顺着他们的兴趣 有了我跟孩子讲说 也要孝顺赌赢阿贝啦 对 再来 我们看到的是 天府去加上文昌 这两颗 落到了子女宫的时候 子女会成才 可是为什么这样子女就会成才呢 因为子女宫有天府加文昌 他知道如何提醒小孩的缺点 并且鼓励他们改变 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是你小孩一定有缺点嘛 可是你去责骂他 你怎么不像哥哥这么乖 你看这句话是不是就在歧视他了 是 对不对 你调皮有调皮的发展的方式嘛 所以鼓励他调整缺点 是不是这时候子女才会成才 再来是 你看所谓的以子为贵 其实很重要的是什么 你会不断的赞美子女的想法 他的能力 他的做法 好他成功 他是以父母为荣 都是父母的栽培 很多成功的白手起家的企业 很多人说 我成功 当年因为我父母看我不成才 我要证明给他看 父母是不是情何以看 因为你不赞美他们嘛 他成功不是因为你的原因嘛 可是当你赞美他 我成功了 好 都是当年父母对我的培养 是 所以各位可以想这三个都是 精神上要不断的鼓励赞美提醒小孩 他们就会成功 是 那话讲回来 你说我们跟子女的关系 在命理上 到底是我们教的好 还是他自己出生的时辰 他命中就带来好 两个都很重要 你看为什么说 拍得出好顺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 寵出不孝子 几乎都是富二代这种问题 对 其实我说所有的爸妈一定要记得 你要嘛就骂他不要给钱 你要嘛就给钱不要骂 你一边给钱一边骂是不是最糟糕 我今天给你40万 我说 你怎么不像哥哥一样这么成才 我每次都给你钱 你再这样我就不然 可是你又给又骂是不是最糟糕 他就想说 你又看我不好 又要给我钱从我 那你要怎样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要给就不要骂 对 你要骂就不要给 我不要给你啊 你自己想办法啊 对不对 可是有钱 为什么拍得出好顺 穷人家小孩是没有选择 是 富人家小孩就是 反正你父母有嘛 你父母不给我 你有这么多你为什么不给我 他就讲你明明有一千块 你为什么只给我十块 你为什么不是给我五十块 所以给十块说我已经很从你了 我给你十块 他说你有一千块 你应该给我一千才对啊 所以这个我们古人叫做 生米恩斗米酬 你给一生米一点点的米 人家说哇你救我嘛 对不对 可是我给你一斗是十生 哇你才给我这么一点点啊 所以给多不见得好耶 真的耶 是这样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叫做恩跟酬 你父母实在是没有办法判断 你给的越多他越恨你 他越恨你 越不够 这真的是一个很麻烦的 所以这以前的智慧你看 生米恩斗米酬 你看看那个刚刚瑞德哥 那个社会案例 五十万的红包 结果他这样对家人 那个烧死一家六口的 对啊他就觉得你们通通都看我衰啊 对不对 我的失败都是你们害的 天天念我啊 好 谢谢老师 所以我还是不靠死你 我还是自己去住安养院好了 好啊挺好的 安养院有三个老人 不能笑 吓死我 看到这个新闻把我吓死了 哎呦三个老人坠楼身亡就 是看护说是他推的 是他推的 在日本 对 没错 日本其实我们都讲说 长命百岁对不对 对 日本超过现在年纪超过一百岁以上 有五万多个人 是 那么也就是说老年问题非常严重 可是老年问题你一定要有财富 然后还有健康 结果他们到安养院去 2014年的11月跟12月 一个月之间发生了三起老人坠楼案 本来都把他当作说老人家可能身体不舒服 就是失智症 然后再加上身体不好 是不是寻短 还是意外跌落 那后来 结果他没有 他的那个栏杆都到这么高 对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老人根本爬不过去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本来是用这种方式 就是意外或是自杀嘛 就把他结案了嘛 对不对 可是后来警方越想越不对 为什么呢 就因为你一个月之间发生三起嘛 然后又加上有人检举 所以日本的警方就开始去调查以后 发现不对 为什么 因为这三个老人 在这个2014年11月那个男性的这个老人呢 他是87岁 然后隔一个月 两个都是欧巴桑 一个86岁 一个九十几岁 96岁 然后呢 他们两个人都是女性 他们三个人身高都只有160不到 可是那个栏杆超过120公分 是是是 也就是你必须要跨过 你想想他那个身高 你必须跨过 除非你垫很高的东西 你才能跨过去 那因为他们三个都是失智症 在上身体不舒服啊 躺在 卧病在床 那请问你他怎么过去的 真的 所以后来警方开始调查以后 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 三个命案发生的时候 都只有 这个安养院都只有一个职员 叫做金警损人 这个年轻人就23岁 他值班 那就怪啦 那金警损人在隔一年 他因为偷里面安养院的东西 被移送法办 然后呢 后来被赶出去就对了 后来警方就找到他来问 然后相关问以后 他竟然承认 他一口气承认三件 但他不承认说 一开始不承认说 是我蓄意谋杀 后来经过征讯了以后 才承认说 是他把他推下去的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你另一个理由嘛 日本的治安是全亚洲最棒的 可是问题是他只要 因为他是个很压抑的民族 所以呢他只要一发生 就是那种惊天动地的那种大个案 你知道吗 那警方就很好奇 你一定有动机 你杀人一定有动机 所以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说 因为我那几天就想杀人 所以呢我想杀人 我就没办法去对一般的路人杀人 因为打不过人家 会被人家发现 所以干脆我就在这个地方 当职员 我就把他们 带到那个地方 再把他们推下去 然后一口气推三个 而且他推到第一个的时候 没有人发现 所以他就食髓之味的说 我这样杀人没有人知道啊 所以呢下一个月 又推两个下去 一口气推了三个人 他才二十三岁而已 吓死了这个 来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今天这么多恐怖的案例 我们来调和一下气氛 玉佩老师 你今天当一下喜鹊好不好 好的 好 这一题我们也希望 让赌龄哥 各位在座的长辈都能上榜 什么样姓名用字的人 老来福气多 可以不用住安养愿 真的 不住安养愿是要住哪里 住香酒 住香酒 很麻烦 后来 好 老来福气多 大概八个字就可以形容到了 那以前的人呢 对于老来福气多 这八个字的排序分别就是 有老板 老本 老健 老友 老健是什么 老来健康 健康啦 老来健康 越老越健 所以老来健康 括号老健也很好啊 都老了嘴巴还很健 那代表说 真有气烈啦 对吧 但是呢 现在思想改变了 我把它给变了 我觉得老健要排在第一 所以呢 我的组合呢 那第一个就是身体好 可以到处爬爬走 真的好 我们不看笔画了 我们只要看用字 只要你有对到用字的话 那么 在不管是健康上面 老本上面 或是亲情上面 你是不缺的 那我们来看呢 第一个就叫做身体好 能够到处爬爬走 男女分别的用字 男生是 中 令 年 弩 向 左 载 强 结 女生呢是 予以 林 真 书 平 勋 必 根 财 其实人最没有尊严的时候 不是他没有钱 而是他吃喝拉撒都躺在床上 对 任人摆布的时候 刚刚讲到的那个安养院的例子 其实我记得在去年网络上 有剖一张照片出来 有一个很有钱的老人家 七十多岁 他中风了 他全身瘫痪 可是他头脑清楚得很 他只是不会讲话 所以家人呢 就帮他请了一个外老来照顾他 可是后来家人有发现 为什么这个老人 他眼睛看到那外老的时候 会露出恐惧感 所以他们就装了监视器 才发现其实那个外老 是在虐待他的 他PO出来的有一个画面就是 他在帮那个老人 换尿布的时候是用打的 很可怕的是 他把那个尿布换了之后 盖在他的脸上 然后再给他换新的尿布 所以你说他没有钱吗 他请得起外老 但是他受到这样的虐待 但是老人他不会讲 所以呢 只要能走 能动 那你就到处走 到处动 那这些人呢 他们就是身体很好 他不用坐轮椅 他不要靠别人推 那想要到哪里呢 他就到哪里去 然后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到处约着人 爬爬走 所以我认为 人只要能走 他其实老的时候 是一种福分 你要知道 有很多人到老的时候 他连走路 这么简单的事情 对他来讲 都是一件很难的事 所以走路真的是 会带动一个人的生命力 所以运动真的很重要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呢 他有福气是 老本充裕 这个生活不愁 男女分别用字呢 是义成旅林奉换台 重落 女生呢是多巧 还如若已成永根燕的人 恭喜赌林哥上榜了 这个是人的第二个尊严 要有老本 就代表你老的时候 也是很有尊严 而这个尊严是 你不必向儿女去开口 去伸手要钱 你想吃就吃 你想要买什么就买什么 你想到哪里去玩 你拍拍屁股就走人 甚至于你心情高兴啊 你还可以买些小礼物 给你的晚辈 皆大欢喜 其实有很多亲情 都是来自于钱财上面 而疏远的 老人家没有钱 就开始轮流到子女家去 那子女呢 就算是给钱呢 也给的心不甘情不愿的 不要说每个月了 一年三大姐 你要他们给个钱 都是用甩的 其实老人家拿在心里 其实是情何以堪的 那有这些用字的人呢 他们的违禁意识是很强的 所以他们在年轻的时候 就开始做一些规划了 那不管他做的是买不动产啊 买保险啊 或是定存啊 总之他们在老的时候 已经盘算好 他自己要过什么样的老年生活 而不去拓累子女 至少在子女面前 他们是过得非常有尊严的 好我们来看第三个呢 老来福气多 是因为他亲友在侧 心不孤单哦 那那个分别用字呢 有 义宽醒 先上序居义幼 女生呢是品妃亦亭 堂同若莫晚的人啊 好有这些用字的人 可以说他不是孤单老人 老友跟老伴 我觉得这两个 其实是可以结合在一起 因为对老伴的解释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不把他限制 是有婚姻关系的人了 其实你的兄弟姐妹 你的好朋友 都可以去当你的老伴 那有这些用字的人呢 他也就是说他老的时候 他不会被人家送到养老院去 除非是他自己在个性上面 搞孤僻啦 所以呢 他要离群所居 所以自己愿意一个人到安养院 那在老的时候这些人呢 身边呢 都会有人对他嘘寒问暖 可能是他的亲人 也可能是他的朋友 身边呢 也有人陪他去到医院去看病去 那想要找人聊天 想要到哪里去玩 身边其实都是有人的 那最重要是有很多老朋友 他们跟你有共同的话题 因为你们年轻的时候 有一些共同的回忆 到老的时候 都可以坐在那边喝茶 泡咖啡聊天 去做一些想当年的回忆 其实这个是蛮好的 那不管是这三个你对到哪一个 我觉得你的老运都算是蛮好的 但是第一个最重要的是 一定要有老健 老健没有其他 后面其实也是没有意义的啦 所以大家把身体给照顾好 健康本要存啦 然后这个老本要存 要存啦 有情要存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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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恭喜你老健 多照顾一下 我谁骗你说 你也有老的一天 我现在要问一下蔡律师 有一个案例就是被虐待的父母 可是这父母反击 严惩这个不孝 哇 怎么严惩 其实这个被虐待的爸爸 他还是医生喔 我们还记得 就是他在乡下开业 我们小时候去那个医院 看那个医生 还不错喔 那个诊所嘛 可是一进去那个 挂号的一个 打针的一个 然后包药的一个 可是你现在再去诊所看 没有了喔 现在医药分业 然后那个挂号 跟那个里面的人 小姐就一个而已 所以那个医生的收入也 越来越差喔 那这个当事人就是他 他是当了很多年的医生了 他至少乡下有一栋 那个透天措 那以前医生都是楼下开业 就住那个楼上喔 那这几年就是喔 有那个健保以后 医生收入就大不如前 他很聪明喔 他就把一楼租给那个便利商店 因为 对 便利商店的租金很高 而且一签约 就会签很久 所以他后来就是一楼租给 那个便利商店 然后他老人家就住在那个二楼 那三楼就是住他的儿子 那就这样住嘛 结果住着住着 后来我们有没有发现 那个便利店都扩大营业 就是你还要卖那个吃的 有那个座位 所以后来便利店 连二楼都跟他租了 二楼都跟他租喔 结果这个医生爸爸 就搬去那个三楼 就跟儿子就住在一起了 那一二楼都还是爸爸的产权 可是他有把那个三楼 几年前有过给他的儿子了这样 那这时候就发生一件事情 这个医生爸爸呢 他有外遇 其实他儿子早就知道了 可是以前的妇女是这样 就是先生有外遇 人回来就好 钱回来就好 所以他妈妈是不管这个医生 外面有外遇的 结果巧了 换成那个儿子 他也有外遇了 儿子也有外遇了 结果那个媳妇就跑去 跟那个公公哭了 说我嫁来你们家 然后我老公现在也有外遇了 那个医生爸爸就开始 教训那个儿子了嘛 对不对 他就教训儿子说 你怎么可以有外遇 那个儿子 可是我给外面的女人生活费 还有他有买一个房子 给那个女生 自己也有一间房子在外面 可是你住的房子却是我给你的 结果那个儿子说 你给我的房子 就已经是我的了啊 结果他们两个父子在那边争说 那个房子是谁的 就因为这个事情 就吵架吵了很久 结果那个爸爸因为年纪大了 晚上不好入睡嘛 结果那个儿子开始半夜起来干什么 开电视 开那个棒球台有没有 故意的 故意的 对 故意的啊 一吵那个爸爸就会睡不着嘛 结果还有更离谱的 那个以前传统的房子 那个不知道是怎么设计的 它有天然瓦斯 可是那个总开关是在巷子后面 有有有 所以别人就可以去把它关起来 有一天这个爸爸年纪很大 像这一阵子天气不是很冷吗 你冬天在洗澡嘛 洗到一半 怎么那个热水不见了 结果后来去掉那个监视器 发现是那个儿子去关的 你知道吗 还没有结束 有一天这个爸爸早上去运动 那个儿子后来就跟他爸爸讲说 名字是我的 我要你搬出去 可是一楼二楼都租给便利店 你要叫这个爸爸住去哪边嘛 不可能嘛 有一天爸爸早上去运动 为了身体好 回来 怎么那个行李箱都给你打包好了 你知道吗 那个爸爸就再也受不了了 就打官司 要把那个儿子名下房子要回来 好那我们就接这个案子了嘛 这个老先生有老见哦 也有老本哦 都有哦 可是 可能常常那个洗人生 就会不太健康 因为老头 老老越好 懂得把它拿回来 对 结果后来我们去法院 就是调解委员就调解嘛 就劝那个儿子说 你先把那个名字还给你爸爸 是 结果他讲了一句话其实不太好听 他说反正你现在还给他嘛 以后你爸爸老了还不都是你的 而且一楼到三楼都是你的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爸爸的脸色 就不太好看了 那那个儿子后来听一听 好啊也有道理啊 那我就先把那个 你说调解委员会这样劝儿子 其实调解都是这样 就是把两边逼到中间去 那你就让一点嘛 那现在先还给爸爸以后还不是你的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个爸爸 听在那个耳朵里心会滴血 这都是实话啊 对 外面还有个女人 后来房子要回来了没有错 可是其实我有问过那个医生爸爸 我说你儿子对你这么不孝 像我们刚刚讲的嘛 爸爸还在嘛 你可不可以把房子捐给比如说慈善机关 就不要留给那个不孝的儿子嘛 可是那个爸爸亲口跟我讲 蔡律师我努力了一辈子 他是我儿子 所以以后我还是要留给他 对 所以他要回来了没有错 可是他以后还是打算留给那个儿子 不孝的儿子 不过 律师这个案例就是说 其实不要以为说爸爸 爸爸妈妈已经把房子过给你了 你就以为说我就可以不好啊 没有没有 我们法律可以 惩罚不孝条款啊 还是可以拿回来 那这个还算是用法律途径哦 我们台湾有个社会新闻 发生在南部 因为爸爸把房子过给儿子了 结果没想到儿子态度批变 对不对改变了 是 他一会儿送 他不是用那个法律的手段 他去叫怪手跟踢一踢球的那个 他整个把他给拆掉 你知道吗 好可烈啊 他整个把给孩子的套底组 那不行 那不行 叫为法 他会以后这个位置 那意思就是你有种你就去告我啊 你知道吗 除非说不好儿子 你直接过到不好儿子的名下 不好儿子就赶快把它卖掉 那我刚刚也提到说我们要有那个健康 老健 老本 所以我们老了 我们到底该做哪些老后的准备 像再来那个蔡总统要上台 最近就在讨论说那个平价的那个 以后那个老年的照护 你知道什么叫平价的照护吗 像我们现在不是有健保吗 如果你有生小孩抱去打预防针 你就知道 他会跟你讲哦 这个健保的针打下去小孩会发烧 我们有那种自费的是不会发烧的 对 所以健保是比较差的嘛 那有时候我们年纪比较大 要做一些健康检查 要打那个咸饮器又来了 我跟你讲哦 那个健保的打进去 会有副作用哦 自费的就不会 所以你今天不能去要求 那个最起码的保障 那个是不够的 所以老年人一定真的要有一笔钱 可是什么钱呢 要活的钱 不能要死的钱 什么意思 什么 什么是死的钱 那个一亿够不够 一亿太多了 一千万都够不够 可是你一千万一年花一百万 十年后怎么样 就花完了 所以你要把这个一千万拿去投资 比如说五%的商品 那每年就会赚五十万的那个收益进来 那你不是每年五十万花完 明年还有明年还有 其实这个就是我当包租工的概念 这个是一种永续的收入 而不是一笔死钱把它花完就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老年人 有这个永续收入是很重要的 可是我都八十了 我还要永续收入干嘛 所以啊 你万一活到一百岁怎么办 你从年轻的时候到老 就突然会有一笔钱 除非那是买乐透嘛 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应该要打拼 而且甚至于我们刚刚也讲了 其实很多人甚至为了股票赔钱 把房子都卖光光 房子的确比股票来得更稳当 可是你说现阶段叫你去买那个房子来出租 一千万一年收不到二十万你要吗 不要嘛 所以其实现在比较适合的是 你应该去找一些股票来投资 可是像我们刚刚讲股票很可怕吧 尤其这一阵子有那个生计股的股王 那个要证没有过跌停好几天了 对 所以那个叫本梦笔 本梦笔是做梦的 可是老人家不适合做梦 老人家要一觉到天亮 所以老人家不要去买本梦笔 你应该买那个食衣住行育乐 怎么讲呢 你吃饭啊 有没有那个食品股 那你钱存在那个银行 你可以去买那个银行股 就是说这类型的股票 它比较不会随着那个景气的波动 肌肉股啦 对 那它不会说涨五倍涨十倍 也不会 可是你就是要它的那个利息收入 像我每天打那个打电话 那个电信公司的股票 其实也是很稳当 还有我们刚刚讲那个洗澡啊 那个瓦斯公司啊 其实那个也都是很稳定的 只会被关掉而已 那个不能生那个不孝的儿子 就是我觉得老人家 一定要去规划到这一个部分 而不是一般的观念去算说 我要两千万退休 我要三千万来退休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预期你会活多久 所以这是一笔本金而已 你要找到一个管道去投资之后 去花那个固定的那个收益 那你就可以活到老养到老 蛮好的建议 这一点赌云哥恭喜你可以做到 谢谢 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好 怕 来来来 不要怕 老不要怕 要有老健康 要有老本钱 老朋友 还要有这个 老朋友 有一些这个 大家一会儿来 请廖老师跟大家讲一下 是是是 我们老人要有一些新的观念 对不对 有一些新的社会制度 就是说我们其实可以去试试看 譬如说我们 待会儿 待会儿来聊 那我们现在先来测字占谱好不好 测字占谱 未来一个月哪方面的运势 能够让我笑开怀 狂 旺 五 逆 这两个完全相反 这边是在笑开怀 可是字面是相反的 这几个字看起来都不是很好 是 好 请选一个字 请现场贵宾还有观众朋友 请你一起来选 请 好 蔡律师 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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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什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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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旺 都是旺 是 都是旺 好 我选 逆好了 逆好 蛮好奇的 怎样 我也是选逆 好 人家都是越来越年轻 是 逆生长 好 逆生长 观众朋友 你是不是选好了 我们来开奖了 我们从两位主持人 选的逆开始来开奖 好 我们看一下逆的答案是 整顿事业前途翻红 所以工作运势笑开怀 90分 耶 那给我长得扯 好 好 下面五是廖老师选的 还有观众朋友也是五的话 答案是 情人贴心 幸福年年 错了 这样子 廖老师跟我讲这个东西 感情运势 80分 每次廖老师都是选感情的 真的 我觉得每次都来 最不要的就是感情 最限缺的是吧 最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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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跳过来看一下狂 狂是瑞德选的 还有观众朋友也是选这个 狂的话 答案是 逛街购物刷卡称我 可以买 这也是不错 也是开怀 是购物运势的笑开怀 50分 好 最后是旺 旺是蔡律师跟两位老师选的 还有观众朋友也是旺的话 答案是 投资如愿 忙着数钱 你看上面这个是忙 对不对 这边是这个乳 所以都是钱财方面 笑开怀 100分 一种后来 来 我们刚刚提到的廖老师 你说老人家的未来生活 要有一些新观念 是不是我们整个社 这个社会 我们整个时代也在变 我有整个社会态势在变 那么我们到底要有 我们能够真正保住 让我们生活所知不会被抢 或不会被剥夺 对不对 或者说我们想要这样的一个待遇 能够保全的 那个水准能够保全的住 那么最近其实有一些人 就是写信来给我 他是住在美国 但是他想回到台湾 他说他们几个人 每个人都有房子 在台湾都有房子 所以他们想要一起住 譬如说他们四个人 四个人他们有四五个房间 那么就四个人住一个人的房子 然后剩下三个人都有房子 那些钱拿来出租 然后就一个月share给他们多少钱 然后他们也可以互相照顾 然后有一个专业经理人 来管理他们这个钱 他说为什么在台湾不 因为大家都有房子比较多 为什么不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他们在美国很多人开始这样做 美国人条款还是更麻烦 还有各式各样的人种 对不对 但是回到台湾来 人种是比较单一 比较好控制 然后他们也讲 德国也有这样的东西 譬如说年轻人没有钱 但是我可以跟你们签约说 我帮你们做所有的劳务 包括整理花园 然后剪草 除草 做什么东西 然后换你们的吃穿 然后你们就给我一份吃穿 这样子 然后我会帮你们做得很好 你们要跑路 要跑腿 什么都是我去做 是 那现在很多人也觉得这个不错 因为有些人讲说 譬如说我的房子就 等于说 估给政府 那么我每个月可以用多少钱 我从里面里拿出来 可是到我死那一天用完的 假设我觉得 譬如说我觉得 我还有三百万 可是我才用了两年 就用光了 对不对 那你不会觉得有点不划算吗 或者说怎样怎样 还有很多疑虑 所以我觉得在这疑虑之前 如果有法律保障得很好 有一个善用的管理人员的话 三方配套 三方配套 其实就可以做过得很好 让自己有尊严的老 老的有尊严 太好了 是 来来来 我们谢谢老师 也要谢谢我们三位来宾的分享 对 来 再次呼吁大家 要看我们节目 记得上我们的APP网站 去下载所有免费的新盘命盘 好不好 来 也感谢你的收看 下次同一时间 请准备收看 命好玩 拜拜 拜拜